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现在为什么有些人是 所谓的高危险群 那我们就从这个病毒进来说起 那在我们的肺里面有一个蛋白质 是ACE2这个蛋白质 那这个蛋白质主要的功能 下游的功能是来帮助修复我们的肺损伤 那在有抽烟的人 所以有一些肺部疾病的人啊 或者年纪大的人 这个ACE2这个蛋白质的表现量是高的 所以当有这个新的冠状病毒来的时候 就有比较多的病毒可以 接由这个ACE2蛋白质 结合到这个细胞上面 所以就有比较多病毒可以攻击 所以造成这些人 他获得的病毒量就会比较多 然后引起的免疫反应就会比较大 那引起免疫反应就是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要去清除这些病毒 就会看到的症状就是肺静润 然后看到S光片照起来 就是那样子雾雾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所以看到的 这个病毒感染到身体里面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所谓的 那个高危险群的人的一个讲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